今天來看這個天陽的小車車澡牌 小車車澡牌 就是這位狄克什麼先生的 他的創作 當年是紅色的積木小車 然後也絕版了 那後來有看過有很漂亮的原木做的 然後也有看過這個水晶壓克力的 然後記得我還有看過樂高的 所以我還看過蠻多種的 但是現在應該都買不到了 應該都買不到了 那天陽是有取得授權之後 製作天陽自己的版本 那這個東西好像也缺貨絕版很久了 最近又重新在上市 我們就來看看有什麼 盒子 有說明書 說明書是日文的 全部都是日文的 然後他有提供說你可以去下載英文的 還有QR Code可以讓你去下載英文版本的說明 然後我是跟那個魔術粉買的 魔術粉有附一個連結 就是他們有自己拍的中文的教學 還教的還蠻詳細的 對於不懂英文不懂日文的 或者是你懶得看那些說明書的人 其實母術粉的教學就相當仔細的 好 我們看看還有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小車 小車我等一下再看 我先看一下 就 紙牌 小車找牌 它附的不是復刻牌 就是幾張這個小紙牌 上面有不同的圖案 有不同的圖案 1 2 3 4 5 5 6 7 8 9 10 十張 這個還不錯 這個牌的 紙片品質還不錯 就是可以利用這個紙牌做表演 好 再來就是 小車車 小車車 嗯 不是塑膠小車 就是 還不錯啦 我覺得它應該是在 致敬它當初一開始的那個積木小車 所以它是 非常簡約風格 就是怎麼樣 長這個樣子 沒有什麼特別的裝飾 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小車 下面有寫它是天洋製造 日本天洋製造 然後有一個盒子 空 空的感覺 真的是空的 幹嘛用 嗯 OK 可以把東西全部放在裡面 然後可以帶著盒子 帶著車子帶著牌 一起出去表演 應該是這樣吧 我們看一下說明是有沒有什麼 它是幹嘛 嗯 欸 對 這就是給你帶出去用的 好 好 很貼心 嗯 好 好 那這個 車車找牌的效果就是 你可以拿請觀眾選一張牌 然後 把它洗亂之後呢 這個把它排一排 然後 然後 假設啦 那個空間比較小 然後呢 你可以請觀眾去推牌 然後 觀眾 這個車子會在某一個時間點就停住了 就推不動了 然後翻開來就會發現那張就是觀眾選的牌 這個劉謙也在電視上演過 這個算是 蠻有趣的一個小魔術 蠻有趣的小魔術 那這個 這個小車 對 它的原理 其實沒有很複雜 那但是 這個 我有嘗試自己 用熱膏做過 就是 自己做的就是坑坑巴巴很醜 然後 這個又不好用 好 那現在它這個 天陽出的這個 我覺得蠻好的 也不貴 然後 基本上你拿到就可以直接表演 要看說明書啦 學會了之後就可以直接表演 你也不一定要用不可牌 你用它裡面附的我覺得就蠻有趣的 我覺得就蠻有趣的 這個圖案都 這圖案畫的其實蠻漂亮的 這個是運動場 這個是 是 beach 海灘 對不對 然後呢 對不對 它還附個盒子可以給你 把車子跟直排都裝在裡面 你就可以 是 EDC的 EDC 那說明書的部分 其實寫的蠻詳細的 非常詳細 從怎麼樣讓 讓觀眾 選牌 要怎麼樣知道觀眾的牌 都有交給你 簡單的洗牌 切牌都有交你 然後 車子要怎麼樣使用 怎麼樣設定 寫的其實蠻詳細的 對 那 當然如果你看不懂日文 你可以下載英文 不然的話就是 跟魔術粉買 魔術粉有中文教學 中文的教學 我覺得這是蠻不錯的一個道具 對 現在可能市面上也就只剩這一種 其他的應該都買不到 不錯 總之呢 我覺得這個是蠻不錯的一個 好不好 天陽小車找牌 小車找牌 不知道天陽有沒有考慮跟TOMICA合作 可以出TOMICA找牌 應該也是不錯 好 就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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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